辛亥革命之后 崇尚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开始涌动 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 中国服装加快了现代化进程 中国服饰开始变得更时尚和国际化 进入民国时期 这种装束都是民国初年女性的穿着 在民国初期发生了又一次的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到了三十年代 也是中国旗袍的黄金年代 几乎所有中国女性都有一件旗袍作为日常装 同时受到西式裁剪的影响 旗袍的版型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袖子变短了 裙摆也变短了 腰部收细 胳膊和腿都露出来了 更能够显现女性优美的身体曲线 跟袍服宽大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这种改良过的旗袍 以及新的搭配方式 是中西河壁的典型 里面穿旗袍 外面套一件洋装 对当时社会名媛及明星来说 旗袍是他们的日常装 日常可能就是穿着普通的棉布旗袍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 从服装的角度 我们开始进入了相对封闭的年代 跟欧美国家战后的时尚发展相比 我们的服装面貌是非常独特的 那段时间 中国的时尚 与国际时尚失去了联系 上世纪50年代 今天的法国品牌 迪奥成长起来了 二战之后的欧洲服装 展现的都是女性的曲线美 与此同时 中国女性在那个时期 主要穿着的是列宁装 干部服 布拉吉 旗袍也慢慢地退出了 日常生活的视野 到了60年代 西方服饰从优雅成熟 进入年轻的嬉皮风格 时尚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出现了超短裙 热裤 以及各种波西米亚风格 而中国年轻人 则把军帽 军装 作为最时尚的抢手货 到了70年代 西方从嬉皮式风格 过渡到朋克风格 都是放荡不羁 自我率性的年轻人时代 而在中国 服饰的整体色调 依旧是蓝灰一片 80年代之后 整个西方审美 以非常健康 华丽 优雅性感的美为代表 中国的80年代 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 那个时候 引入的外来服饰 非常稀罕 像蝙蝠衫 喇叭裤 竖着领子的风衣 戴着墨镜的男性形象等等 都成为被众人追捧 和模仿的流行时尚 到了90年代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我们跟国际的沟通 也更频繁了 很多西方的国际品牌 进入到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崇尚西方的时尚 今天 高速发达的信息时代 中国的年轻设计力量 渐渐崛起 中国的消费群体也在逐步成长 对时尚的认识也成熟起来 早期的崇洋可以理解 我们的时装发展停滞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出现自己的优秀品牌 可以供消费者选择 而今天的状况是 中国的设计力量正在崛起 中国的消费者也不再盲目追求外国品牌 转而更多关注自己本土的服装品牌 近年来 中国的设计师越来越有能力 有创想 很多年轻设计师走出国门 去展示自己的服装作品 确实是打开了一扇窗户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设计力量 国际时尚界也开始关注 中国设计力量的成长 在民间 汉服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 汉服圈有了各种汉服粉丝 一些年轻人希望在特殊的场合穿着汉服 也有很多文化学者和设计师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服饰 2000年千禧年之交 当中国人更热衷于外国设置品品牌的西方审美时 西方的国际顶级时装设计师们 却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投向了东方 对于外国设计师来说 中国元素也一直是他们的时尚灵感的源泉之一 前几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有一个很引起关注的展览 主题是镜花水月 就是以中国风格为灵感的服装展 除了展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传统服饰精品之外 还有近百年来许多世界知名服装设计师 设计的中国题材服装 西方的设计师经常从中国这类传统图案 饰样色彩等审美元素中寻找灵感 请不吝点赞订阅